每年都会有很多人考古物业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考中的人是有编制的 相当于有了铁饭碗 如果在明朝要享有这样的铁饭碗 那明朝官制必须了解下 明朝官制分为中书 地方 军事官制三部 在中央官制上为了加强皇权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燕用已久的三整治 不设宰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还首创龙内格 成为六部之上的中央最高行政机构 在地方官制上 明朝共设省 府 县 三级行政机构 明朝地方省级组织设部 政司 省级以下 村府 县 县 三级 既是行政区 又是官司 在军事官制上 明朝设计一位负责侦察大臣们的行动 并随时报告皇室掌管 停账 同时负责惩罚 违反皇帝意志的大臣 这也是武官第一次将要监察百多万名的权利 历代的官制里面 最好理解的可能就是明代官制了 明代官制在汉唐旧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其官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朝 甚至是经典